大伙儿好兴奋 一大早天宫作美 雨不但停了 还吹来凉凉微风 舒爽天气加上环山步道的优美环境 吸引近千名选手来参加 纪念中游71周年的 环山生态步道剑走活动 我们是不是要写市长 桃园市长郑文灿也特别来为选手加油打气 一开始就当起环山步道的生态解说员 在国内各工厂里面 那么中游淘游淘游淘游厂应该是绿孵力有超过一半 一半的绿孵力 那所以看起来虽然绿油厂的设施很多 但是整个厂区450公顷 那么整个它环山的这个生态真的很丰富 其实林口台地是我们的鸟类非常多的地方 喜欢野鸟的人沿线都会有惊喜的收获 像台湾的国宝鸟台湾蓝雀就所谓的山娘 全长十公里的环山步道慢慢看就会有惊喜 也不用担心呼吸到脏污空气 我们做了一个这个PM2.5的APP 厂长不要太担心 这个PM2.5呢我们的居民上网或用手机 就可以看得到这个整个链油厂的这个空幕的情况 该做好的这个友善工作 公安环保环境友善可以做好 我想这个也是链油厂的一个基本责任 政市长肯定对环境的保育 但2003年经济部宣布 桃园链油厂十年内将完成签厂 虽然成立了签厂密地小组 但目前并没有重大进展 签厂毕竟是一个长远的事情 但是从市民的信任市府的信任开始 我相信中游链油厂在这边的关系会逐渐的改善 中游也是配合的国家的法令一直在进步 我们现在这几十年来的投资都是以环保设施 作为我们最主要的投资者的一个项目 环山路跑正式开始 参加竞赛的选手奋力往前冲 更多的民众是悠闲的健走 享受清新空气 中游桃园链油厂落脚在地47年 为北部最大油品生产基地 打造了环山践行步道 兼具消防隔离功能 也希望跟当地居民友善互动 好 好 好 一会儿